综上这份股权转让协议 是我当事人 长期遭受被告的恐吓 在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下 被迫签署的 我们的原告 不堪忍受被告 长期的这种暴力恐吓 他说 谁暴力了 跑到酒店的房间去 继续躲避 而我们的被告呢 还要不依不饶地 追过去打骂他 由此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头一天 我们的原告 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签下了这份协议 就像你说的 想象 你也只能想象 证据二十二号到三十七号 是经过公正的聊天记录 那我就 选几条来读一下啊 二零一五年的三月十二日 怎么办 别瞅我呀 晚上的二十一点零三分 魏同仁 你这个老王八蛋 你和你那个小 此处我省略两个字 藏在哪里 藏好了 别叫我找到你 当心我让你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你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我找不着你 我还找不着你妈妈 明天回家看看你妈 是不是还活着 我给你十天时间 你不签 我马上把信寄到纪委去 到时候 你就等着警察来找你吧 呃 审判长 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前 被同仁道德败坏 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我方的当事人承认 确实给魏先生发过 不礼貌的短信 事实上 这只是夫妻之间一时的 过激之语而已 原告却心思放在了 外遇上无心经营 为了避免公司破产的命运 不行了 他相信我当事人的能力 所以才自愿签署了这份 股权转让协议 我儿子 审判长 我儿子来电话 一定有急事啊 你接一下 注意法庭纪律 你怎么又让人家打了 我听见了 我说话你能听到吗 大剑 把他带出 儿子 我这个话 正在告诉你 还有一点 啊 你使得自欺努力了 我会 队高 你还有什么证据 要出事的吗 还有最后一下 对不起 沈办长 对方代理人 您包里调出的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录音设备 沈办长 我建议让法庭检查一下 这个设备到底有没有无疑功能 好 双方代理人 你们能不能职业一点 休息 原告的体重 将近被告的两倍 而现在原告却主张 被告用胁迫暴力的手段 威胁他 让他签署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 咱们就不要用专业的法律知识 只是用一般的情理推测 可能吗 干什么呢 本院依法宣判 暗设股权转让协议 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依法予以撤销 退庭 行 谢谢韩子 你收我那五十万呢 你还给我那五十万 那个乔女士 您可别噱口喷人啊 我们韩主任可是免费代理啊 他会免费代理 你听他的呢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